河南首富的猪毛 今天大涨161亿 生猪价格连涨9天 建立了 随着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养猪户可谓伤透了心 外一投 亏一投成了常态 在猪价跌至10元每千克 令国内养猪行业进入深度亏损阶段之时 A股多家上市猪企于10月14日 发布了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一个个多亏的惨不忍睹 直接上演了一场比惨大赛 就连猪毛物原股份也成近三年来首次季度亏损 10月14日 福布斯实施负豪榜显示 秦英灵的财富为240亿美元 新希望公告 立即第三季度亏损25.8亿元 负29.8亿元 上年同期盈利19.2亿元 同比下降234.32%至255.15% 立即前三季度亏损59.95亿元 负63.95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盈利50.8亿元 下降217.91%至225.77% 公司称 与去年同期相比 报告期内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降 叠加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生猪养殖成本上升